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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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老爷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嘛 杉老爷 您喊我 老五啊 你听说了吗 陈国新还活着 这不可能啊 那状怀把他杀在床上我亲眼所见的 我亲眼所见的 那就神了 难道是那边传来的消息不可靠吗 杉老爷 您想一想 这自己的床会让别人睡吗 再说 再说 就算那天晚上睡的不是陈国新 那这庭帽子又怎么解释呢 是啊 老五啊 老五啊 你拿来帽子我相信 可是那边传来的消息 我不能不警惕吧 山老爷 陈国新也不能有三头六臂啊 他们看到的恐怕是他的幽灵吧 为了证实这件事的真假 我说老五啊 嗯 山老爷我想请你再去泡一趟 你这次去探水 如果陈国新真的死了的话 你一路可就顺当了 那八十万赏金 会来马上兑现 如果 这个狗东西还没死 那你还可以来一个借刀杀人吗 山老爷高明 山老爷实在是高明 来来来来 不许动了 不许动了 好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大伙计心啊 计心玩 好好 来来来来 好 坐坐坐 好 你来了 来来来来来 诸位 诸位 听听听听 没有抗议 我钱某人就有三头六臂 也不敢待在这儿 今晚呢 我护着去了 拿三十万现金 摆下乐 咱们玩个痛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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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许动 把手包到头后 快 把手放进来 马科长 你到这儿没有搞错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得问你的上司 按规定赌资赌剧全部没收 参赌人员通通带走 赌场老板押到看守所听候处理 姓马大 我对关机可不保啊 别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你钱老板资助过我们办案经费 这我们不会忘记 可和你犯法是两码事 别说你 就是我们公安人员在场 同样要处罚 姓马大 你会后悔的 带走 走 走 请来走 走 前进来 手包 快 来 局长 出事了 昨天晚上晋安科搞突袭 查封了约光五厅 钱包喜作为赌头被押在看守所 马科长还打算实行处罚 情况属实吗 属实 我刚从看守所回来 我还没办法 简报喜对我发了好一顿牢骚 说每一次都打招呼 就这一次 喂 是我 过来一下 你回去吧 小局长找我有事啊 马科长 我是分管治安工作的 钱包喜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是这样的 每次查读扫黄 他好像都能得到消息 查不到他什么问题 可是很多人都检举他 所以 别说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事先给我报告一下 过去我报告过几次 你都不同意 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擅自决定是不是 那我这个副局长在你眼里还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查月光五厅没找到什么问题 你可以处分我 但是钱包喜的问题确实很严重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找到谈谈 如果问题不严重 发这款算了 你是领导 当然你说了算 好 这家爹 苏尔所 我们在这里 简老板 先送你回家吧 别叫我老板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对了 消负局长让我告诉你 今后半事要注意点 这张可现在查得很紧 再放到他们手里 啊 肖副也不好说话了 好吧 肖副局长在忙什么 接薪玉灵去了 听说手术做得不错 走吧 好 依娜 快去 去给阿谢花 来 包包给我 阿姨 长这么高了 真漂亮 来 亲亲阿姨 月灵 真别说 这么一整容 一点都看不出来 真的 来 这起家 原来更好看了 是不是阿荣 是 月灵 妙局长有事不能来 局长 我代表她欢迎你 谢谢领导关心 月灵 对阿荣 对阿荣 还有意见吗 阿荣心里的伤疤 恐怕也跟你的伤疤一样好了 阿荣 你还愣着干什么 说两句话 快看看你的美人 月灵 快给大家照相 对 再照给大家照相了 来 来 站好 来 阿姨抱 再往里一点 太蠢了 对 往里一点 好好好 注意看这儿 再往里一点 一二三 好了 等一会儿 给他们俩狗子照一张 好好好 下次抱着你自己的孩子照 来 月灵 去你的吧 来 往里一点 对 一二三 好嘞 好 好 好 大伙上车 走吧 月灵 为了安全起见 领导上重新给你换了个铺面 你看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困难 没有了 好 上车 好 好 下车 易奕 当英雄好不好 好 带红花坐大台子上 许许多多人都望着他 好威风 你陈叔叔就当了英雄了 过几天 他呀 要到昆明去开会去了 太好了 陈叔叔当英雄 陈叔叔抓坏蛋 长大了 我也要像妈妈一样当警察 像陈叔叔一样当英雄 嘟嘟 小姨你倒下 小姨可不是坏蛋 小姨干嘛要倒 好好好 小姨投降还不行吗 投降 姨 别闹了 让小姨干活 你到妈妈这儿来 姨 你喜不喜欢陈叔叔 喜欢 陈叔叔今天要来看你 也许是他妈妈去开门 好的 让我进去 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 燕燕 我的乖孩子 你不是我爸爸 你不管我们 你不是我爸爸 爸爸 怎么孩子教育成真样 中瓜得瓜 中斗得动 先问问你自己 关心过多少孩子 我 我 我该死 我 我不是人 我该死 我不是人 都是我的不对 我该死 行了 行了 别装模作样的了 有什么话 你说 玉汉 去看个医 玉娜 我对不起你们 我不该让你们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我们过得挺好 你就不用操心了 玉娜 我好想好想你们 自从我离开你们 我天天做梦 我都梦见你 是吗 那我得感谢你这位 比梁山伯还梁山伯的钟青郎了 玉娜 你就别挖苦我好吗 我过去做的不对 我不该跟你离婚 是吗 是的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玉娜 我错了 我向你检讨 不 我向你父亲请罪 你痛打我一顿吧 我要和你复婚 我的心早就死了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你别这样说 我搬回家里来住 我天天为你做家务 我指使你干好工作 你就是十天半夜不回来 我也绝无怨言 我求你了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搬回来 你凭什么搬回来 你赌输了 又被罚了款 现在成了穷光蛋 活不下去了 你想搬回来 我告诉你千宝喜 这儿不是旅店 你想去就去 想来就来 我告诉你 我又有钱了 不比原来少 俗话说 用不完的力气 打不干的井水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能输能赢 你可相信我 你就是有座金山 我也不稀罕 你给我出去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走 我可告诉你 我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要是赖着不走 我可报警了 别 别 我知道你一时转不过来弯 你再想想 我还来 你还没有 担手 你会不会 被人杀了 你儿子 你拿着 准备 你去过茶 阿龙 老陈总还没出来 让肖副局长找个办公室去了 去吗 怎么说呢 郭欣我就直说了 从省禁毒委转来一封揭发信 说你参与贩毒集团贩卖毒品海洛因 要我们认真处理 有证据吗 揭发信上说 在你的宿舍里藏有一公斤海洛因 不认真 那就派人去搜 肖局长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极毒英雄贩毒 三岁的孩子都不信 别 还是看了好 我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 不过过心 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我看派人看看也没什么 不过这事得请示一下妙局长 我去打个电话 市委办公室吗 我是市光局小虎 麻烦你请一下我们庙局长接下电话 对 他在里边开会 对 有急事 喂 老麦麦 是我 揭发信的事 上次我给你汇报过了 是啊 我也不相信 现在本人提出可以接受检查 什么 没必要 我也是想 就怕说服力不强 肖局长 我来说吧 灭局长 我是陈国新的 那就让人去检查吧 假的真不了 真得假不了 好 好 肖局长 可以让人去检查了 都是能检查了 是 没事 开玩笑 你说话 看人家 怕不得了 我先去玩 我去玩 翻 翻 有什么翻的 真是天大的笑 为一封屋高信就怎么兴事动众的 吃饱了撑的 怎么玩 肖局长 搜的差不多了 是不是可以了 那个木箱子再看看 局长 这是一包海洛印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 萧副局长 老陈不会干这种事 是不是搜回毒品忘记上交了 贪过心 你要说清楚 贼毒队长私藏毒品 真是天大的笑话 也许是别人干的 真是 毒品从他屋搜出来 好比裤裆里的黄泥 不是实 也是实 你说对不对 说不清楚 估计是陷害 我看似的 阿荣 这怎么会 不太可能 对 炒什么 这儿没你们事 走 走 快走 走 走 有什么好看的 你们俩进来干什么 陈队 我知道 这不是你干的 你说 你说话 谁要想陷害我们队长 我饶不过他 好了 这些事晚上开打晚会解决 这些事晚上开打晚会解决 好 之后 既然大家都不说了 我就说一说 根据大家刚才的意见 今天我提几点我的想法 第一 立即把陈国新的双枪收上来 第二 让陈国新停止思考 不许出大门 出大门要请假 第三 要立案侦查 尽早的查个水落石出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意见没有 没有意见 没有 好 那就请萧副局长和邓红二位同志 立即向他宣布 另外要注意保密 好 这样有利于引射出动 走吧 我接受当委的决定 你们放心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走出大门一步 来吧 好 保密 抢一下收上来了 好 关于陈国新的事 暂时这样处理 下面咱们进行另外一个话题 局长 你们凭什么收缴陈国新的枪 凭什么停他的职 按法律规定 你们搞缉毒工作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这一点基本常识应该懂 比方说某车上查出毒品 而车上只有驾驶员一个人 你们不知道驾驶员找谁 很显然他是第一嫌疑人 我了解陈队长 我敢担保他绝不是那号人 这不是担保不担保的事 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 我们不能做有罪推断和无罪推断 你干嘛 人生地不熟 见了老鼠都发愁 人熟地不生 见了老虎都不惊 咱们什么险境没闯过 还没这点事吓倒 肖副局长 现在六二六战斗还没打完呢 你不要先打起自己的同志来了 阿荣啊 你太年轻了 说风凉话你也不找个合适的地方 这是党委会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我敢负责 肖副局长 独王悬赏要陈队的脑袋 你却下了他的枪 万一有什么一差二错 你也要负责任 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同志出问题倒下去 可总能把事实搞清楚吧 你俩冲击党委会是要受处分的 你处分好了 只是不要滥用党和人民给你的权利 余娜 你 你太骄傲了 不是我给你夸口 我干行政立功打奖牌的时候 你还没出事呢 老萧 你的话说过头了 太气人了 你还没出事呢 为了救你们的队长也不能光吵 要拿试诗来说话 关于陈国新的安全问题 我们会认真研究 你们先回去吧 走吧 走吧 邓长 余娜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第五阵破组抓获一个贩毒团伙 有个罪犯交代 他们携带的毒品是奉毒王之命 交给他们联络战的 联络战 嗯 毒王公是在境外才有联络战吗 咱们这边也有 对啊 这是个新出现的情况 诶 毒贩子有没有交代联络战在哪啊 他说不知道 只知道交货地点和站头的代号 叫金钱豹 金钱豹 对 这是个新出现的情况 嗯 罪犯愿意带着毒品去找金钱豹 他愿意带罪离宫 什么时间行动 今天晚上八点 正好 我和阿荣没事 我们跟五祖一块去 恐怕不行 这次行动是由肖父亲自指挥 他不会同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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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阿荣 还来得及吗 好 还有三十分钟 满来得及 这次是肖父指挥 咱们得悄悄地配合 不能让他发现 没问题 暂时干啥的 走 嗯 哎 奇怪啊 这车怎么都没了 是啊 怎么都没了 好 我就问小时 哎 小时啊 哎 你来一下 肖父带五祖走了吗 早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说是行动时间提前了 不到七点就出发了 这么早就走了 是啊 我们被甩了 哎呀 这我们上哪去啊 一点线索也没有 只好赶等吧 怎么搞的 会提前的呢 各小组注意 各小组注意 五祖在横道路发生车祸 请立即支援 快 再不让我再走 走 本来这次行动计划的很周密 可是没想到车行到横道路时迎面一段卡车开过来撞翻了我们行动组的车 金钱豹没抓成 线索又断了 那个大卡车的肇事者 抓着没有 说是正在追查 可惜 你说这毒王的联络战 马上就要告破了 又挂起来了 回来了 徐涛 你像个大款似的 活得挺滋润 徐涛 我告诉你 注意点影响 咱们警察不许带香料 管他呢 不让我当警察我还不稀罕他 如今是有钱才是大爷 你这种想法会犯错误的 我劝你好自为之 阿荣啊 实话说吧 大葱我和女朋友分手 我就想通了 我也看透了 干警察有什么处心 就拿老普来说吧 干了一辈子警察 到老残废了 经济上得到多少补偿 你还不上了 先懒猴 一次又一次负伤 身体搞垮了 那吃亏的不还是自己吗 是啊 陈队当了什么功臣模范 好听 可那玩意儿值几个钱 你上街买衣服 你上街买衣服兜里差一分钱 人家不会把衣服卖给你 那集资建房钱不够 你也拿不到钥匙 够了 你以为你是电线杆上挂水壶 高水平是不是 我告诉你 收起这一套吧 得 人各有志 我也不强求你们也这样想 不过有一点我是看明白了 这钱不是万能的 可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要不咱陈队他 我也是爱莫能助 你 你 阿荣 现在案子还没有结论 我劝有些人别高兴得太早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自己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邓教 阿荣 我们走 好 陈队 阿荣 余娜 来 搬个灯坐那 阿荣 你们白祖考察在国内外事出了名的 我怎么就掌握不住火 一冲开水 就滋滋认响 不冒气泡 敬泛哑泡 给我 阿荣 你是正宗 这样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明天我给你买两盆酒去 人家都快急死了 你倒好 在这悠闲自在 平时整天忙工作 难得有这份闲心 这东周六国志我劝你们俩也看一看 当今社会为什么有的人互相争斗互相陷害 一看这书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以为你这是在学习班 你现在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正在听后发落 人家为你急得连觉都睡不着 你倒好 我能吃能睡 身体棒棒的 我不这样 让我怎么样 人家把我的枪下了 也不让我工作 既来之自安之吧 陈队 吴祖抓到一伙毒贩 据毒贩交代 班萨尔集团在我们这边有个联络站 肖副指挥带着罪犯去街头 可边边在路上又出了车祸 罪犯重伤致死 线索也就全断了 我也觉得这里边的问题很复杂 就说那一包毒品吧 自从朗侯出事以后 院子里加强了警戒 外边的人是很难进来的 可偏偏就有人进来了 而且把毒品就放在我的屋里 这事你不觉得奇怪吗 是啊 成立专案组也弃人 你看 邓教当组长 大象 沙永 徐涛是组员 让我和阿儒俩休假 为什么 说我们俩是你的助手 你暂时没事干 让我们也休假 这谁安排的 六局长呗 今天才决定了 我明白了 妙计长是让你们俩有足够的时间来查清问题 用事实来说话 陈叔叔 叶娜阿姨 沙永 来 阿容叔 陈叔 是谁诬陷你 你告诉我 我绝对饶不了他 你个傻小子 我要是知道我还能坐这儿 那怎么办呢 沙永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 这是你发挥作用的好机会 于是多动脑子 我这次带不了你了 自己闯去 另外 徐涛最近思想上变化很大 我早就想跟他谈一谈 但是一直冲不出时间来 现在有时间了 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 另外 不知道领导上能不能批准 刚才我俩来的时候 在办公室还碰见他 我俩说了他 人家现在正春风得意呢 不管怎么说 还是把我的意思 转告给他 好吧 真香 你看人家手艺 喝了 真有两下子 慢点 慢点 好香啊 来 好香 我说阿荣 就凭你这手艺 如果不当警察了 办个白族三道茶馆 我说肯定发大财 真是 怎么样 好 真不错 什么 陈国新找我谈话 你有没有搞错 我现在可是专案组的成员 找他谈话还得向领导报告呢 话我是带到了 你自己看着办 阿荣 阿荣 林马上叫咱俩休息两天 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想进专案组啊 可惜人家不要我呀 咱们走 换件衣服 逛街去 走 走 阿荣 你说奇怪不 钱包喜突然提出要和我复婚 还有搬回来住 什么 你答应他了 没有 他说他现在又有钱了 有钱了 你听错了吧 他赌博被罚的倾家荡产 哪还会有钱呢 这一点呢 我相信他不会说假话 诶 昨天他不是还给咱们资助五千元的办案经费吗 所以你就同情了 我是行 那这么待 可以吧 好 这叫将计就计 你们来了 音音 我不要在这儿 我们走回自己家去 回来 音音这是你爸爸 他不是我爸爸 他不管我们 小孩子不听话了 没关系 进来 进来 快 进来 走吧 我有责任 这段时间对孩子关照不够 来 坐吧 爷爷 到内务去玩去好不好 爸爸给你买了好多好多的玩具 好不好 爷 去吧 去吧 今天怎么有空啊 领导叫我休假了 是不是陈国心被看起来后你没事干了 你怎么知道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来 这是你的咖啡 你怎么这么客气了 不是我客气 我倒觉得 你的态度 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谦和呀 我也说不清 可能是为我自己吧 你说作为一个警察 风里来雨里去的 每天出门都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 一辈子穷困不说 弄不好 也像陈国心那样被关起来 也确实没啥意思 我早就欠过你啊 别担警察了 对 我也想通了 不干了 想法挣点钱 下辈子活得自在心 别别别别 你啊 还是当警察好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如果我想 如果我想咱们是一家人呢 我做生意有出格的地方呢 你去当警察疏通疏通 我就用不着做班房或者被罚款了 你怎么变了 前不久又没赌博 我被罚了款又给抓了起来 跟你一样啊 我的思想也在变 人总在变的嘛 对了 我告诉你啊 我最近买了个玉佛 你猜多少钱 两千 往哪里猜 五千 你在往高里猜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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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我花了五十万 你什么时候买的 最近呢 你不是被折腾的没有钱了吗 我告诉你啊 大丈夫能输也能赢 说实话吧 我们公司从国外搞起了一批轿车 我发了大财了 我可提醒你啊 你别搞走私车 被海关查到 又要罚得你倾家荡产 我去哪里 你啊 走私车 老子手细齐全 没啥个挑剔的 陈国新呢 也怪可怜的 一公斤的白粉值多大的钱呢 充其量除掉成本能赚十万块 可现在 是啊 一切都完了 真不知道这陈国新是怎么想的 大舅子贩毒他秉公执法 不怕女朋友吹灯 想不到现在也干上这样了 你听到有什么说法吗 人家让我休假 意思就是不要过问此事 现在也没有听到谁诬陷他的说法 大概是自食习果吧 云娜 你跟我复婚吧